记录一下 今天这个菜丰盛了 小龙虾 这还有鸡翅吗 鸭翅是吧 鸡翅鸭翅 还打了个鸡蛋汤 鸡蛋汤吗 有没有 尝尝圆子 这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是土豆片 这个呢 这个是三娜的豆角 好吧 再加上鸡翅鸡 OK 开动吧 快吃 帮你吃 我看得见 看到了 看到了 来 再做几个 没劲了 再做几个 来 没劲了 再做 再做几个 能做几个的 这第几个 一个 21 21 好 22 22 23 23 继续 24 25 26 可以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不行了 啊 好喜爱的 这是昨天 叶主发的那个爱心菜 就是萝卜叶子 准备做腌菜 萝卜切成条 准备做萝卜干 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啊 有点像初夏的感觉 初夏的感觉 温度也特别好 晒太阳特别舒服 过来过来过来 凉身高 来 看 我只凉身高 我感情你没看 来看看 真直一点 你天天凉 拍我就不凉 你拿过来没 拍我就不凉 你摸着酸呀 看着今天 今天看着好酸啊 对 又不是凉体重 你还去上厕所 体重我很骄傲啊 先别 现在是凉身高 又不是凉体重 跑去上厕所 凉身高 半斤的 你给你一块尿一半斤 我来看他有气 我看你只要到眼睛 真的看得不凉身高 把我摸凉身高 对 那去鬼吧 自己在楼身高 你还能学校我说的 去鬼吧都是 所以我需要拍点 你摸凉身高 你拍我就不敢 快点 我给你打马赛克 我给你打马赛克好吧 这样子 鞋子 好脖子上上伸 舒服 抬下吧 这里有青春痘了 是的 你也没好好洗吧 开始长痘子了 歪了 你的盒子歪了 没有啊 你盒子都歪了 是不是啊 头领上面在 嗯 OK了吧 走吧 长了一点咯 对啊 来 磁量一下 长多少 来来来 你不看一下你多长吗 那你刚才来的 哇 12 一个厘米两毫米 加1.2 加1.2 应该就是 1.2 1.2 1米7 1.9 1米72 哎呀 后的房子长韭菜 应该长韭菜 1米72了 一个月啊 整整一个月在家里面宅着 长了 1厘米 所以说还是要做运动知道吗 要补充营养啊 嗯 蛮好吃啊 草莓 这个是时间很长的草莓 先尝点好吃一点 嗯 好甜的 刚刚这么大一盆只吃这一口了好不好 嗯 刚刚一大盆就吃这一口了 我还要再去洗一点 嗯 可以 你试吧 你试你试 你儿子还要吃不够 今天天气非常好 但是呢 也没什么计划 今天特别无聊 家里的该买的都有 之前买的肉啊 菜呀 反正吃喝这方面都不愁 目前来说应该 下个星期 我们这块应该就开始复工 应该是可能可以出去了 这是我猜的 因为从各种 信息来来说 然后包括我们收到的一些短信 包括我们公司里面都已经开始收集 各个人的一个住址 呃 是吧 你们呢 还有健康码 哦 对 现在几乎上都有要求 我们要打一个 叫 健康码 叫什么健康码 叫 湖北健康码 每天 可以在支付宝啊 或者在微信上面 去每天打卡 打到多少天 可能这个码是可以 我看 就是类似 这样子的 这样的码 每天打 如果你在隔离 或者你和有些病人有接触的话 它是一个黄色的 比如说我们同事 他现在就在隔离 他的这个码是这个颜色的 这种黄色的 就不是绿色的 因为我们公司在统计每个人打卡的情况 可能这个码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以后坐车出行 可能都会出示这个码 这是我猜测的 我也不知道 以后会怎么操作 但是 公司要求我们 必须每个人要打这个卡 然后今天还收到短信 有说 就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 就坐公交车 好像还要下载一个 对我们坐车的那个 我们坐车的那个卡 坐公交车的那个卡 好像还要绑定实名字 对 坐车的公交卡 对啊 就是那个APP 要把那个 公交卡 要绑定 那边刷IC卡怎么办呢 就是要实名啊 你要是不刷实名的话 他就 每个人用户最多可以绑定 5张 那个IC卡 像我们有时候买的那种 30多块钱买的那种公交卡 他是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只需要往前冲 往里面充钱嘛 所以现在这个卡就需要实名认证了 这也是我们公司里面发的一些相关 可能是为了开工做准备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 你们是这样子的吗 没有呀 你们通知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上班吗 20号 20号 那20号就是 星期一啊 星期五 星期五吗 我觉得再怎么也是星期一开始上班吧 当时是这样安排的 23号 才应该上班对吧 20号 但是这不是确定的一个效果 这是猜测 可能也会往后延 往后拖 也不知道 是不是那样子的 我反正我看了的 这真的就是那种什么好哭的孩子有奶吃一样的 那个 那个什么小区都已经开始 发鱼 发肉 发肉了没 免费的呀 我说是免费的 那个常见人发了 那种菇寡老人常见人发了 一般的呢 一般居民的 一般居民是平价要买 那个鱼呢 鱼是免费的 鱼好像是免费的是吧 对 他们好像 周围一些小区都已经开始发鱼发菜 免费的哈 我感觉可能我们也快了吧 所以 也没有什么需要买的 耐心等待吧 可能明天后天可能我们也 会发 免费的鱼 那鱼好像是咸宁那边的吧 对 咸宁那边 呃 爱信送过来的 所以就在家里面待着 天天在 天天看着外面 别人在运动 小区里面今天好像运动人还 越来越多了我感觉 什么新闻呢 有一个 安排 嗯 22号 就是可以反汉 点这点反汉 24号公交地铁消毒 26号 门洞解封 居民可以到小区内活动 26号 对 29号小区解封 居民凭健康码工作客人 驾驶驾车 骑自行车 步行 26号 那就下个星期四 就可以下去了 是吧 26号可以下去了 22 24号就开始消毒 你确定 这个消息是确定的吗 还是谣言 还是小道消息 现在网络的小道消息太多了 好吧 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好吧 小道消息 31号企业生产市场 31号 4月2号重点商业场所正常化 3号公交地铁 恢复营运 4月3号 实名乘车 4号 机场高速动车国道正常化 4号 那刚才你说的小道消息 然后结合我们公司 在统计的一些名单什么的 应该 可能这个小道消息可能是真的 因为无风不起浪吧 对吧 是啊 等待吧 等待吧 20号到4月2号就用正好 最后的两周 再隔离两周 上次那个宁兰军说是 您正常以后 5号 再隔离两周 就可以正常化 那就说我们还要坚持 再坚持两周 再坚持14天 应该就可以出去了 加油吧 嗯 来来来 我给你听一段视频啊 正好也给大家听一段视频 我认为防止境外回国最好的办法 就是兜到5号去 所有国际航班直飞5号 不要经过其他城市中转 1 5号有方畅 刚好把修舱的方畅用上 专门隔离路径人员 统一管理 2 5号一定是全国最后解禁的 所以5号不差的14天 3 如果他们都到5号来了 全国除5号的其他城市 都可以正常的复工生产生活 这样快速恢复经济 可以减少更大的损失 同意的请关注转发 转发转发你 转发 特别正常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